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阿N与阿Lam频道 今天阿Lam继续和大家分享廖合怀的演艺人生 上一回就讲到廖合怀在尼元乐班不是好得意,相当失意 因为他的长相不是那么英俊而受到冷遇 于是他的师兄马斯增招揽他去到马斯增的大罗天剧团 担当第二丑生的角色 他在大罗天参与了《财王子》的演出 在这一套剧中,他就开始沾路头角 而且在这一套剧中,他就发展了一个廖康出来 这个廖康当时受到观众相当热烈的欢迎 继续大罗天班之后 廖合怀后来又参加了《新景象班》 就和薛国先合作 合作了一轮之后,合约期满,又离开了《新景象》 离开了《新景象》之后 这次他就自立门户 并且和一些片剧家 写出了一批独特风格的喜剧 另外又和那些负责音乐园 共同研究创造出一些风味特异的廖康 他的廖康就近似马康 他的特点就是节奏明快,而且一气苛成 附加的字多,和兔字清晰 唱歌的时候,特点就是益阳顿错 而令到他妙趣横生,就相当受到欢迎 廖合怀也有一个千面笑像的形象 这个认为他登上粤剧《四大名丑》的前列 《四大名丑》是哪四个呢? 分别就是廖合怀、半日安、李海泉和叶忽弱 另一方面,也排列在粤剧《五大流派》之末 粤剧哪五大流派呢? 首先当然是泄国仙 其后就是马斯增 跟着就是桂名仰 第四位就是白俱荣 最后就是廖合怀 廖合怀在气行之中 被公认为丑行之中的一个千面笑像 廖合怀的特色就近似马康 他就擅长唱这个中版、滚花、木鱼、板眼 廖合怀唱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就特别丰富 廖合怀的首本器有《花王之女》和《大闹港昌龙》 这两套首本器就特别受到观众的好评 在二十年代末期,廖合怀就回到祖国 適逢大革命失败了 不久又爆发了抗日战争 廖合怀就编写了一个粵劇叫《罪》 另外一套叫《罪上加罪》 和另一套《大喊十、卖平米》等等 这几套讽刺时弊的粵劇 在这几套讽刺时弊的粵劇中 廖合怀就欺笑怒骂地针对当时社会一些现象 亦都因为这样 廖合怀在当时曾经遭受到国民党禁演他 另外亦都受到当时一些大天仪的威胁和恐吓 即是不准他再做这些讽刺时弊 即是唱他们这样的戏 在1948年 在演《六国大风相》的时候 廖合怀就穿上了一件全身都是金元券的服装出场 那作用是什么呢 作用就是影射当时国民党腐败无能 而令到那些金元券贬值 贬值到做衣服都嫌他多 那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那廖合怀就被当时国民党当局 勒令他停演 而且还罚他钱 罚了一千港元 那但是廖合怀 就并没有因为罚了一千元而不舒服 廖合怀觉得 他可以这样为大家出一口怨气 就算罚他一千元 也都是值得的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廖合怀的演艺人生 分享到这里 又暂时休息一休息 喜欢这条片子的朋友 请你留言 点赞 分享 也希望大家多多订阅我们的 N与阿Lang频道 那下一集 继续和大家分享 廖合怀的演艺人生 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好 今集就说到这里 拜拜